哈囉大家好我是Amy 新的一年是我的本命一年兔年囉 祝大家新年快樂 玉兔迎春 翔兔那福 紅兔大展 頓前撞到兔喔 本影片由啾啾十般獨家贊助播出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 和你的朋友一起看喔 我要推薦的第三部追劇 其實是跟第二部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我最喜歡的三部穿越劇 至今我認為排名前三名的穿越劇 就一個是財罰家的小兒子 一個是仁依 另外一個就是多年前的韓劇信號 Signal 那我要推薦的不是信號 而是這個信號的女主角 金慧秀 她也是韓國一個非常 長得非常美艷的火辣的女星 那她最近在Netflix推出了一部 叫做往後閃下的韓劇 我覺得這部劇其實是很輕鬆 她沒有什麼這個就是她沒有很沉重 這種歷史的格局啊 是一個輕鬆 有美女 有美景 有美少年的劇 因為她劇中呢 她就是演這個中公娘娘 她是一個皇后的角色 然後她呢有很多個兒子 然後這些兒子呢 就帶給她很多困擾 然後這個那個這樣 就是這部劇的構圖呢 非常的精美好看 然後呢 而且這是我第一次想要去韓國玩 因為這中間有一段是那個世子跟她的女朋友 起碼穿越這個滿月島 然後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呢 這個戲裡面就是 反正美景美女還有美少年 都很好看這樣子 可是我本來就是輕鬆 我就覺得就是有點無腦在看戲 因為她的劇情其實 前半段是滿幼稚的 然後我就是 真的只是看 就是真的只是看一看這樣子 可是到後半段呢 我突然就驚醒 因為她這個馬上就變成一個公鬥系的格局 那這個裡面公鬥就 其實還滿殘酷的 然後還滿刺激驚險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還滿值得一看 可是呢 這個這一部公鬥劇呢 它跟中國的很多公鬥劇是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也看很多中國公鬥劇嘛 我覺得中國公鬥劇裡面 那種陰謀啊 還有這種人跟人之間這種互鬥啊 其實會讓你會覺得心情不太好 就是你看完以後會有點變老 就是變得怎麼講呢 就是 嗯 就是對陰謀好像無動於衷 就覺得別人死之後死沒關係 然後我就這樣子 可是呢 就是你對未來會 不是一個很光明的很開放的未來 那可是這部韓劇王後閃下呢 他的結局是一個讓人會覺得比較有希望 看了心情會比較好的 就是他對劇中的一些角色 他都有一個比較 有教育性的意義的一個結局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部戲是 啊 如果你不喜歡看太沉重的歷史題材 像這個財伐家小兒子跟仁依 其實都是 就是有一點知識性很強 很足夠的劇 那如果你不想看這麼沉重 其實你可以看這部往後閃下 就很輕鬆無腦哈哈 嘻嘻哈哈就看完了 嗯 最後一部呢 我要推薦的是一部美劇 叫做Silicon Valley 他叫做中文叫做 矽谷裙蝦傳 那為什麼要推薦這個美劇呢 因為呢 前三部都是亞洲劇嘛 他都是那種宮廷啊 有比較沉重這種人倫啊 各種議題 就是比較沉重 可是呢 這個美劇呢 他是講一個矽谷創業公司 有五個人 他們就是年輕大學生創業的故事 然後非常的好笑 他是這種美式的殘忍吧 就是因為你創業會遇到很多 什麼投資人弄你啊 然後競爭對手 什麼弄你偷你產品啊 各種就是 競爭性的很強的這個東西 可是呢 他就是整個是一個喜劇的格局 可是他也非常真實喔 他就跟我在北京遇到那些 創業公司的年輕人非常像 就他們遇到這種各種瞎事啊 就是投資人怎麼一下子弄你啊 然後一下子要開會 要搶你的這個CEO的職位 要把你趕走啊 然後投資人又去投別家啊 他們就是啊 一大堆創業的爛事 反正就是會很煩 可是這個整個戲就很好笑 然後這個我覺得就是 美國的美國式的這種鬥爭 其實他跟亞洲式的鬥爭是很不同的 就是他們美國人是比較 就是直接撞上去 他沒有他不會講什麼 他是講實力的民族 就是他在鬥你的時候 他會他其實也有他的心機啊 他也有他的這種陰謀啊 可是他的那種陰謀是比較實力論的 而不是說就是譬如說我是一個很小的 然後我去槓桿各種就是很離奇的陰謀 可是其實我覺得在這個美劇裡面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是一個講實力至上的民族 那這一部劇呢 就是這五個大學畢業生啊 他們怎麼去創業啊 然後各種吵鬧啊 各種經歷了很多 就是創業的風風雨雨 可是呢到最後啊 他的結局其實也是非常溫馨的 就又遺憾又溫馨就很感人 那這個劇的五個人呢 也是留在我心裡很久 我有一陣子那個手機的那個開啟螢幕 就是用矽谷群瞎轉這個他們的劇照 就是這五個人就一直在我的手機上 我每次一打開手機我就可以看到他們 因為我就覺得 他們選擇的結局是很溫馨 然後很 很讓人感動 所以呢 就是我覺得這也是留在我心裡很久的一部劇 他也不是最新的劇 他也是有一段時間的老劇 但是呢 就始終都是很好看 而且因為他牽涉到非常多的彩晶議題 如果你對彩晶很感興趣的話 其實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看這部劇 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些劇 你有什麼感想呢 可以寫留言告訴我嗎 還有啊 還有什麼其他可以追的劇請告訴我 因為這些劇我都已經看過 麻煩留言告訴大家 還有什麼可以過年追的劇呢 因為我是眾多劇迷 所以如果你推薦了我很喜歡的劇的話 我就會非常的感激 好那就是這次農曆新年兔年囉 為大家推薦了四部追劇 好我終於有追劇 其實我是追劇達人啦 我看了很多劇 嗯 但是呢 這四部劇是一直留在我心裡 我時不時會就是 打開來看一小段這樣子 然後就會覺得心情很好這樣 那就推薦給大家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推薦的話 請你去看 那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自己的按讚 還有記得按訂閱頻道 就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